由岩宽恒先生来送这个东瓜牌的这个清洁剂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其实真正应该洗净的就是岩家 那今天来到地检署这边呢 主要是想要告发岩宽恒团队 就是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陆陆续续有很多的民众来跟我们称情检举 就是说他们家里面收到里长 或者是说林长拿了一个洗衣精 这个东瓜牌的洗衣精给他们 那他自己上网查了一下 发现这个洗衣精的市价 其实有高达46块 那他的质疑就是说 请问一下这个没有牵涉到汇选吗 这个不算汇选吗 那他就有提到他自己是三路里 那三路里的里长呢 是严青通 严青通是谁 他就是这个严青票的辟底 因为在罢免称国瑜的期间 林长也有透过这个挨家挨户 去问他们要不要签这个称国瑜的连署书 那所以今天来到这边 来到地检署这边 主要是希望可以告发这件事情 那是不是真的有汇选这样子的嫌疑跟事实呢 我们就交给检调来做一个认定 希望严家严欢和可以痛定失痛 该洗涤的是你们自己的身心灵 该洗涤的是你们在这个地方 场景用黑道势力来把持 该洗涤的是你们坏坏选风的这些行为 唧 上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